大家好,春节就要到了 百节年为首,四季春为先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是家人团聚祭祀祖先的节日 是刻入咱们中华儿女心中的节日 大年三十,迎接新春佳节 不仅要享受美味的年夜饭 更要注重传统文化 做一些寓意吉祥的事情 同时要避免一些不吉利的行为 在这个特别的时刻 做对了事情,带来的好运将会伴随整个龙年 大年三十除夕 除了吃年夜饭 别忘做三世,祭三世 龙年大吉大利 除夕吃年夜饭 大年三十,吃年夜饭是中华传统的习俗 全家团聚一堂,共度欢乐时光 象征团圆和幸福 年夜饭通常包含各种美味佳肴 寓意着新一年丰收幸福美满 这一餐既是家庭欢聚的时刻 也是对过去一年的感恩 对未来的祈愿 共同分享美味食物 象征着家庭的团结和美好 别忘了做三件事 一,贴春帘挂灯笼 大年三十要贴春帘挂灯笼 是中国传统年俗的一部分 贴春帘寓意新年来临 迎接春天的到来 春年内容祝福吉祥如意 寄托对美好未来的期望 挂灯笼则是为了增添喜气氛围 象征光明与希望 这些小小的举动 不仅丰富了过年的气氛 也传承了悠久的文化传统 让人们感受到浓厚的节日喜庆 二,祭祀祖先守岁 大年三十要祭祀祖先守岁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习俗 祭祀祖先是表达 对前辈的尊敬和怀念 也是传承家族文化的方式 守岁则寓意守护平安 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在守岁时家人团聚一堂 共同迎接新年的终生 祈求家庭安康幸福美满 这一传统习俗 将温馨融入了岁末的氛围 弘扬了家族情感 传承了中华优秀文化 三,点一盏长明灯 点红蜡烛,把蜡烛照亮它 如果没有蜡烛的话 也可以把家里的一盏灯 留着照亮一晚上,不熄灯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大年三十点一盏长明灯 有着深刻的寓意 这一传统源自古老的民俗信仰 具有祈福祝愿的含义 点亮长明灯意味着在新的一年里 居处黑暗,迎接光明和吉祥 长明灯寓意着希望在新的一年里 家庭幸福,生活顺遂 驱邪去病,吉祥如意 这一传统活动在中国家庭中代代相传 成为过年时的重要仪式之一 别忘了记三件事 一,记言语不慎,记讲不吉利的话 大年三十,记言语不慎,记讲不吉利的话 此时,应言行谨慎 避免冲突,保持和谐氛围 家庭聚会,积极传递正能量 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 避免讲述不吉利的事情 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 祝福家人幸福安康 记大扫除,记倒垃圾 大年三十,记大扫除,记倒垃圾 传统认为,大扫除会扫走好运 倒垃圾则向倒霉 都容易引起不好的寓意 人们希望在新年来临之际 屋内屋外保持祥和安静 以留住好运 不希望将锐气扫走或倒掉 这一说法是为了保持家中的吉祥平安 大年三十,记用剪刀 剪头发,剪财气 传说,剪刀似断 剪发似发 谐音发财容易断财 记剪头发,以避免破财之事 此俗信仰古老 人们遵循着这一传统 以期待新一年的平安幸福 以上就是关于大年三十除夕 除了吃年夜饭之外 还有一些需要讲究的老传统 老一辈流传下来的老传统自有其道理 在大年三十这个重要的时刻 做对了事情 避免了一些不吉利的习惯 将为整个龙年带来好运和顺利 愿大家在这个喜庆的时刻 团圆快乐 过一个吉祥幸福的新年 好,本期节目就到这了 内容来源网络 感谢收看